我们要介绍的最后一个简单机械叫做斜面 斜面就是斜斜的面废话 就这样斜斜的面就是废话 像我们的无障碍波道就是一个斜面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省力的工具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省力的工具 它怎么省力呢 我小时候我自己读书的时候 老师教的是把这个物体的重量分解成垂直分力跟水平分力 垂直分力就是压在斜面上 水平分力就是沿斜面下滑 最后叫做下滑分力 你要让它往上推至少要抵抗下滑分力 所以我们就说按照下滑分力算出来 它会省力还是费力 你从数学的三角形的性质 你就会知道它会省力 然后它确确实实有多少就是利用 当初就是利用力的合成以分解 分解完之后去对照这个大的三角形做相似三角形解决的 然后我每次我小时候读这里的时候 我每一次都要重新画一次 找到关系带进去 现在教你们的时候我就换一个方法 叫做做工的结果 就是能量的变化 我要使你恰格往上推 就要恰好抵消你的下滑分力 然后往上推 推到顶端上推个L 推上去 推上去 所以我这个F就是下滑分力 推上去 正好比方推的一种推上去 然后推个L 不是我的做工 做工就是力量乘位移 所以沿斜面施力 沿斜面位移就是F乘L 要等于能量变化 等数往上升有变化的是位能 位能这个高度H叫MGH 所以我就是F乘L等于MGH MGH可以写做W 这里的考试题目 常常都直接用多少中筋重来做 就不用换成牛顿 所以W重量 所以又列成这样子 F等L分H L就是斜边长 H就是斜边高 高长比乘以物重 好 斜面高长比乘以物重 数学已知 一定是斜边最长 所以这个L分H一定小于1 所以它铁定会怎样 铁定会省力 我现在用这个方法教你怎么记住公式 做工等于衡量变化 就记住了 就记住了 我小时候是用力的合成 以分解做相似三角形 OK 然后就这样子 公式又背起来 然后知道它铁定会省力 好 所以 那你就发现如果L越大 高度越小 它就会怎样 越省力嘛 所以斜边越平就会如何 斜边越平就会越省力 斜边越平就越省力 但是 斜边如果越平 你要上升相同的高度 就要拉得去就要越长 就所谓的越背时 越背时 所以省力的就会背时 所以这样推上去 会比较背力 这样子推 就会比较省力 但是相同的高度要说就比较远 比较远 会比较背时 这样推就会更省力 但就怎样 更背时 更背时 OK 就是 我们就了解 斜面就是一个省力背时的工具 然后这个高长笔如果越小 它就会越省力 越省力 对 相升高度 增加位能一样 做工一样 不管走哪一个斜面推上去 我都是增加相同的位能 所以我的做工是一样的 所以绿色这条力量小 但是位移大 跟我们橘色的最右边橘色那条 力量大但位移小 成出来结果都是一样的 做工是一样的 增加的位能是一样的 因为我上升高度是一样的 所以突然就画了这张图 这两个人登山 左边的人比较累 比较费力 因为他比较陡 右边的人比较省力 比较轻松 可是呢 右边要走得比较长 可能走到山上 左边的走得比较短 就会到山上 所以不然就放这张图 告诉你 斜面越比 它就会越省力 那么很多都是利用斜面的原理 来到省力的目的 比如说楼梯 当然楼梯有一阶一阶 但它基本上是斜面 所以可以省力 比如说婉延的山路 在山上 山路弯弯曲曲 它也都是一个斜面 让我能够爬上去 不是直直的上去 直直的上去非常费力 认口 这等一下要讲 认口 这等一下要说 不罗文的概念 这会不会再提到 这叫罗选 这叫做罗选 等一下要讲到它 它是一个斜面的辨语 它是一个斜面的辨语 罗文 等一下要讲到它 OK 刚才讲如果那个叫做认口 弃型或者是批 这个斜头这个形状 有的是双面 有的是单面 双面就是两边都是斜斜的 变成尖尖的 单面就是一边平的 一边斜斜的 一边斜斜的 好 这叫做 它就是有的厚度 然后越来越薄 厚然后越来越薄 这叫做气型或者批 那它可以达到一个审理的目的 可以达到审理 然后等于是两个斜面 拼在一起就双面 双面 批 或者是只有单一个斜面 单一个斜面 是两个斜面 所以单一个斜面 像剪刀 单一个斜面 它斧头是两边斜斜 就有间接是两个斜面 拼在一块 拼在一块 它可以审理 像这样 因为我下去的时候 我可以把两个分力变大 所以它就有一个比较大的力量 让我的木头分开 让它让它木头分开 所以它会达到一个省力的目的 但是呢 那个前进的距离 这么多 分开的距离会比较少 所以它是一个废时的工具 所以这就是跟你讲解 气形跟比较省力的源 还是这个斜面的运用 斜面的运用 OK 这就是跟各位说一下斜面 然后把前面的 讲的那个公式呢 记一下 高长笔乘以物重 就是我的下滑分力 这个公式记一下 可以吗 可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